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 题目是天上的祭祀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 照着天上样式所做的物件 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 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不过是那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 如今为我们险在神的面前 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 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 如果这样 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 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以死 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我们曾不止一次的说 地上的献祭 只不过是天上祭祀的影子 我们已经知道 在天上乃是主耶稣基督在为我们献祭 以往地上的大祭司用牛羊的血 献祭也是必定有所本的 那么在天上祭祀的原型又是什么呢 西伯来书的作者将天上的秘密告诉我们 作者在这里再次确定 基督乃是进了天堂 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那些只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并且得以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 而非仅仅只是至圣所 那也是象征神同在的所在 那么大祭司每次进入圣殿 要洒祭生的血以求赦罪 基督也照做吗 基督不是照样做的 反而是人间的大祭司 乃是照着天上的原型在重视 他们原是代表百姓上圣所 与至圣所献祭 但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罪 所以他们要先为自己求赎罪 因此他们先为自己洒血 再为百姓洒血 基督和人间的大祭司是不同的 他乃是圣洁无罪的 不但是无罪的 他还是得圣的 因此人间的大祭司进入圣所时 不知道自己能否讨神的喜悦 但是基督却是坐在神的右边 是得圣者的座位 然而基督也为他的百姓献祭 他所献的乃是自己的血 那也是圣洁的 是他为所有的人牺牲 并且因为他所牺牲的自己的生命 是具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 他所献的祭也是一次献上 永远有效 在圣经中多次隐喻 基督只该有一次的受难 例如摩西击打磐石 应该只有一次才对 但是当第二次 当摩西要为以色列的百姓取水时 神告诉他要吩咐磐石出水 他却再度击打磐石 这样就犯了神的大忌 惹神怒气 以致他自己至终也不能进入迦南美地 还有我们有一种说法是说 某人明明得将基督重定十字架 这也是不该也是不好的 因为这就是因为基督只该有一次受苦 救赎应该就是完全的 请注意 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基督的救赎只有一次 但是这并非只是说 基督徒只得一次的赦罪便不能再犯罪了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说 基督徒的罪得赦只有在今生 基督一次背负我们的罪在 就是我们今生的罪 但是也只有今生的罪而已 在来生中 赦罪就没有了 那么什么又是来生呢 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来生呢 注意基督教里面的来生 乃是主再来时 召我们复活的来生 只有一次 不是轮回当中 一次又一次的来生 这里写出来 神给人的命定是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这是一个普遍的 对于人的命定 括号 也就是说 人人都该如此 这样也是暗示 可能在神的旨意下 也可以有例外 如果说基督徒的罪得赎 只有在今世 那么基督再来的时候 就不可能再有赦罪了 括号 作者说 第二次的显现 乃是与罪无关 作者说 主的第二次显现 是与罪无关 乃是为了拯救他们 也就是说 主的再来时 就要救赎他的百姓 复活后得救 而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灭亡 而那些因为罪受审判的 就在审判中 定罪而灭亡 这里说 主的二次显现 与罪无关 这是很婉转的说 那时就不再有赦罪了 这件事在本书的第六章 和第十章都隐约又提到 愿神怜悯 与帮助我们战胜罪恶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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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